另外部落文化的推广 光复香马泰安部落是结合中研院民族学院博物馆 共同推办的新系法案文物返乡共作展示 即将在9月份登场 那么今天中研院民族博物馆团队 特别和马泰安部落进行签约仪式 部落头目齐老地方各界人士也都到场参与见证 马泰安部落头目齐老乡长林清水 以及部落会议相待会以及村长等 与中研院民族博物馆 广方代表为新系法案文物返乡共作展览 正式进行签约仪式 光复香马泰安部落阶级与中研院民族院博物馆协调争取多年终于成行 广方包括了主任郭佩怡 副研究员郭碧珍以及策展团队高度重视 到场见证签约的同时 仍不忘进行文物访款以及工作展览内容进度的说明 还有早期我们研究所的老师们到达安这边来做访谈 记录的手感的一组 那另外呢还有展柜 我们不只文物回来 还有那个展示文物的展柜也会回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展柜 展柜总共会有12座 也会跟着文物一起回来这边展出 就任以来也相当重视原住民经济产业文化推动与传承的乡长林清水 也全程支持协助 也借此机会让部落产生新的能量 使部落族人学习并种下文化传承的种子 新系法担文物工作展将在光复乡消防局旁的大楼 展出时间则是为9月3号到明年过年后为期半年 展出的产品则有大头目帽、权杖、衣物、生活用品等等 共48件文物、一件手稿 中研院民族博物馆这一次的工作展计划 以部落为主博物馆围捕的形式进行 来达成部落权势权、学习权的在线 记者11月蓝光复采访报道